好 各位行者 这支箱是静坐 静坐当然 最主要就是把 身 静下来 那心能够如理作意 如理思为 我们都晓得借定会 那静坐其实属于借 也属于定 也属于会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 我们的行为 这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们按照规矩来 这就属于借 身体不动 乱心不行 这属于定 那个静心起作用 就属于会 所以静坐其实 同时要涵盖这三个 才有意义 所以它真的是属于 修法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们也晓得 那个 这个 就是修禅定里面 其实本身就是 含的 定跟会 止住修 就属于定 观察修 思维修 就属于会 并不生 是属于会 生谋它是属于定 定的目的是要生会 但是在后来呢 就是说我们 为修定而定 就是一念不生 或者什么 那个其实 最多就是定的 程度 没有 没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那边坐再久 然后一念不生 其实那意义不大 但是呢 它最直接的意义就是 这时候你止住了 止住了你意识流 那惯性的流动 这时候你可以好像它不流动 所以有早上 有说其实是我们起一个动机 要它不流动 潜意识里面把它阻断 不流动 那你压着的时候 它真的会有那个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 专心的时候 盯着什么东西 你可以一动都不动 但你知道没有用这份 盯 用这份要抓住的 这个念 其实它 动到我们眼睛 眼睛是随时在飘动 拉近拉远 看左看右 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东西 所以你要它不动 反而要用一个念 去指挥它 你不能懂 事实上呢 我们要的是 那些现象 就是它的境界 不是我刻意指定 它要干什么 所以 我们知道 佛陀其实不是很强调 定 外道 它反而强调定 因为它认为 因为它认为那个就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 因为我们佛陀要的是实相 是如实如理的相应那个实相 不是要把心 安住在某一个境界里面 我们的心是一个活动的 活活佛陀的心 它是可以了知一切的心 不要把它规范变成 要它去做什么 那其实 又有我执我见 我爱我慢在里面做怪 所以 这个 我们 佛陀说就是中道 不极端 不落边 就是不要有刻意的造作 那些其实没有 没有必要 那如果又从大人满大手印 这个角度来 来看 或者从为似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的心本来是 本来面目是清净的 你只要能够让它回到 原来的样子 不增不减 真的减了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业力 我们的行为的一种残留 你如果能够让这些 行为的残留很快看破 看到它 让它不起作用 虽然有 但是不起作用 我们都晓得 水 有飘动的作用 但是你 不拿东西给它 那个飘动的作用 就 等于没用 那我们也晓得 我们的心 当然最早其实就是 六十 我们的经验里面直接可以用的 就六十 就眼耳鼻舌身 这属于 物理性的 属于这个就是有根 有那 那 比较细的我们通通称它为意识 就第六意识 就第六意识 那前面呢 只能取限量 但是第六意识呢 就都可以 有限量 可以比量 甚至飞量都可以 所谓 所谓飞量呢 就胡思乱想 根本跟事实完全不相符 都可以 第六意识就有这种能力 第六意识也有比量 可以推理 像现在我们在读书 就是用了第六意识的比量 在理 在理上 在经验上 它就可以推理 所以我们第六意识真的是很厉害 那人的第六意识跟其他动物啊 或者其他武道的第六意识 那活泼性是不能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能够作为人 我们人的第六意识的活泼性比天道还厉害 他们是有福报 但是他们头脑没有我们好 也就是说一生的改造 人可以从直接从凡夫 变成圣者 可以从坏蛋 变成 最好的人 这个就是作为人 他那份 很强大的优势 强大的活泼性 可塑性 可变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庆幸 一定要珍惜 我们现在是 作为人 那当然也是我们善业的感召 搞不好是你过去愿力的 感召 所以 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生 利用这一生不是要客气取证 不能空过 一定要把他用对 那刚刚我们已经 已经讲了 那个第六意识 有非量 这个一定要去掉 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 就随便给他贴标签 认为他好 认为他坏 这通通是非量 因为既没有限量也没有比量 也不是如理的思维 比量是应该要河道里的去推朵 而不是很快的贴标签 很自我意识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讲 种子起现行 你会把那贴 不好的标签 这是现行吗 来处是你的种子 你办事庭里面种子都是坏的 所以一起现行就显现坏的一种 注解方式 反应方式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真的 好好的内观内照的话 好好的依理 如理思维的话 其实很快会看到我们的龌龊 看到我们一无四处 会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惭愧的心 我们现在就自以为很好 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用的几乎都是非礼作矣 因为自我感觉良好已经大有问题 你真的很好吗 一点都不好 真的很坏吗 你做人已经很好 你做人还要这样子玩吗 所以 这个就直接就 转变我们的意识流 那个 惯性的流动的方向 流动的方式 这是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 先看到 先看到我们这个意识流的不如理 我很想提神提不起来 我很想不乱 胡思乱想 我停不下来 那是真正你的意识流 那都这么糟糕了 你还要呼应他吗 我停停不下来 那你不需要去阻止他吗 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不需要啊 你就看着他就好了 我停停不下来 你 我停停不下来 看你就变三万了 你喜欢流 我就看你 看着你流动嘛 那我不 赢 不赢 不赢不拒吧 我不 跟你互惠 我不需要去拒绝你嘛 那我不拒绝你 不是随顺你 根本就知道就好 什么东西都知道就好 那这个能知道吗 其实是我们 本来就具足的能力 我们本来的意识 就有识别 有分别 有了别的两种功能 这是本来就有的 但我们一般 不用了别 其实是先了别 再分别 了别是限量的作用 分别呢 是 后来 不如实的 养成的习惯 所以 这里面其实 本来都是很好的 我们本来都是好的 本来都是好 我为什么变成不好 勿用了 而勿用又不能喜气 我们从那个无我 变成有我以后 就是无名 不断在这里面 那当然 不是完全不好 你的念头也是这样 不是完全不好 但是很多 是不太好 而且不如理的 那部分我们一定要先去掉 要止 就在止那一个 止住修 止住修不是真的 要把它压得 让它不动 不需要 这样会造成紧张 会造成抗拒 会造成得失 当你止不住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失落的感觉 或者没有自信的感觉 其实你要自信的 你要自信的是 信你那一份 本具的空明 那份本来就具足的 当下 只要不昏昧 当下都有了知的能力 是不是 我们回来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当下 如果没有在胡思乱想 你当下如果没有睡着 其实 这身消灭处 只要跟你的眼尾鼻声 相接触 你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 那个是先天的 本具的 不是 那功夫不是练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超出 那个限量 那可能就练出来的功夫 就一般人听不到 一般人看不到 你听得到 看得到 那是可以更深的 因为我们的心的层次是无穷的 那个明照也是无穷的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神通 神通就已经超出 本具自然的能力 那是要练的 那为什么说练会有 也是缘起吧 你本来是这个样子 我加进那些很隐为的能量 它就产生变化 就产生不同的作用 所以这个也是讲得通的 也是如理的 不是自然就是好 自然就是随着缘起 当然我们为什么要修 我们是随着 缘起是它是已经有的 那能不能透过我们的修为 加进去不一样的因跟缘 产生不一样的果 当然合理 一切自然现象也是因缘所生 我们修行的功德力 境界也是因缘所生 那我们殊胜就殊胜在我们有法 有佛所说的法 它可以引导我们从一个自然的生命 进入一个圣者的生命 从一个随缘的生命 变成一个解脱圆满的生命 这当然对啊 不然的话我们修什么 所以 这里面当然一定要依法 那当然我们也很恳切 很客观的来说 譬如说我们现在汉传的法 现在我们汉传的法 也就是你到一般的寺庙里面去 你能修什么法 它留下了些什么 都是拜灿啊 什么八观灾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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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那佛啊 就以为这个就是佛法 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客观的 从历史的轨迹稍微分析一下 包括我们的所谓三章十二部 其实就是从唐末以后 当然宋朝还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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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继续在翻 但是已经为乎其为 从玄章大师以后 大概就没有 没有 没有 比较 大的 翻一家 所以呢 其实佛法在印度 它也是一直在发展 包括我们从所谓的小圣 变成大圣 其实都是在印度本土的发展 然后从大圣又进入龙树 蒋中观 吴卓 士卿 蒋为士 都一直在发展 然后到纳兰陀变成一个佛教的中心 还是继续在发展 但是我们汉地的 就是中国这边的 其实到玄章以后 就没有发展 也就没有引进 那时候发展中的佛教的修辞啊 论理啊 这些就没有了 尤其我们汉地 重经不重论 喜欢讲经不讲论 那事实上我们晓得 经律论 经权定 利呢 这是论 论是会 界定会 那我们研究心 跟定相应不相应 很明显的 没有了 那利语其实也是很弱啦 也不太讲究 反正坐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吧 其实是什么利语 我们也不讨论啦 那论里更是说 这是屠杀的 这不是佛说的 这可能会有错误 这个可能不是究竟的说法 所以也把它排除掉 那我们依着什么 到时候依着 念佛就好 还是坐着 百思不详 不失散不适合就好 就变成这样子啦 所以真的 我们很客观的 很务实的去检讨 你也会发觉说 现在世界 科学也很进步 学术也很进步 一般的人 那个教育水准 都有一定的水准 其实他们是 很容易接受东西的 那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汉传的佛教 在欧美 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南传 藏传 都还蛮有吸引力的 就这些想追求真理的 想要突破自我 其实 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生命力 但汉传的在那边呢 还是传统的宗教 传统的信徒 也就即使在美国 在这种地方 去那边还是我们华人 去那边就 他乡遇固执 在那边聚聚 聊一聊 就有一种亲切感 那他是不是有真正有 佛法的内涵 那就不是重要的 但是人家 那些人要学是要学 真正有用的佛法 所以我们如果提不出东西 来吸引 当然他就不来 这是很务实的 务实的检讨 所以千万不要活在 传统下 然后不敢突破 那个传统就 我一直 我一直自己在打自己 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密宗 密宗一师一法 那我说你头壳坏了 你只能把一个上师 这个上师学到什么 他把整个佛法都学到了吗 他说学到百分之一 那你又学这个上师的百分之一 变成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你再教下去 又乘以百分之一 变成一百万分之一 你不是越来佛法 就越没有味道了吗 所以很多 世世而非的论调 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我还是这样强调 你如果觉得我 教的东西 你不满足 你觉得不够 你去学其他的 我跟你告诉你 我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用这种心态 我是要学佛法 我是真正想懂佛法 我离开你是尊敬你 不是我离开你是看不起你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求学的过程里面 很明显吧 你从幼稚园 小学中学大学 你不要离开嘛 跟你尊重这个老师 有什么 会有矛盾吗 完全没有矛盾吧 我现在看到我小学老师 我还是很尊敬他 还是跟他很好 绝对不是说 我现在学院 或者社会地位 已经比你高 我就看不起 不会有那一回事吧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个莫名其妙的说法绑住了 完全没有意义 甚至 甚至有些人真的还跟我这样说 他说 我离开我师父 不晓得会不会被他派护法来处罚 我说没有那一回事 你师父如果是那种信任的 不会有护法 不会有护法 所以 即使处罚你的绝对不是护法 可能是邪灵 因为只有邪灵会跟这些邪知识 我们善知识 邪知识 恶知识 会跟他相应 也不能说完全否定说 可能有这件事 但是呢 我们如果心意义法的 反而怎么样 我如果心意义法 我有护法 他怎么会来处罚我 这些邪灵怎么可能上得了我的身 所以那些观念都不需要有 而且完全要不得 我们就安心办到 安心的去修法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是这样 随时 你只要修的是法 因为所有护法都有法院 只要有法在 护法就在 所以你这样心存正念 随时有护法 保护着你 不要有那些有的没有的 完全颠倒的想法 完全不必要的恐惧 完全没有 就是你心没有护法 所以你会 那样想 你心会不安 所以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 什么叫思维修 就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如理思维 我们这样讲 我所成会 思所成会 修所成会 那我现在 清净善知识 深入精障 就是在 除备我的 文所成会 因为这些 经论里面 告诉我们 都是正确的知识 这善知识 教我们 都是正确的知识 所以这是 文所成会 但是正确的知识 有没有变成你的 你有没有融会 贯通 要透过你的 思所成会 从你所成会 变于思所成会 是从外来的 变成内在的 好 那有这个 思所成会的时候 随缘的去印证 随缘的去展现 证明它是对的 这时候叫做 修所成会 就这三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 你不断的看经 不断什么 好 那没有 没有真正把它消融 靠什么时候来消融 当然就在靠 静坐的时候 我现在没有 任何干扰 我现在静静的 我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来把它思维一下 把它融会贯通一下 这个就观察修 就叫思维修吧 它属于会的部分 属于会的部分 所以 指助修呢 真的是指望念 指望想 而真正要不能会呢 你一定要 没有这个望念 广想 在那边乱 你心才会静下来 才能如理 思维如理作意吧 才能进入观察修 跟思维修吧 那这些才能够 跟实相相应 才是真正的会 所以 这个其实就 戒定会的 三个内涵 那 以上所说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 概念的检讨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说要修 修就要 如法 如理 就这样做 对我们的身跟心 是真正有用的 而不是 坐在那边 很快就打瞌睡 你不做 让你在那边聊天 你整天精神都好 都很好 你就善心杂话 你很 很适合你 你觉得很棒 那要你静下来 你就马上打瞌睡 那这样子的 行为 这样子的业力 会招感什么夜报 你整天就是 习惯 散心杂话 那就在浪费生命 不仅 浪费生命 其实是在 让你的生命 恶化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所以当然不能 那个样子 好啊 你要改变 那样子 三星杂话的 身心状态 当然要 做一些突破 你一定有些 很不顺你的 那个身心的 惯性的反应 会出现 这时候我们 当然就要 用刚刚那个 止住修 思维修 观察修 来把它改变 所以在这里面说 我要改变 你的行为的惯性 当然一套 如理的作意 如理的引导 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 在讲的静坐 是譬如 七支静坐法 这个当然 显教里面没有吧 我们三藏 舍物里面没有吧 因为这个 其实是后来 在印度 在继续发展的 那些论典 甚至后来 这个密法 有所谓密序 或者是 密法里面 有所谓 叫传 进传 哑传 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都是 发展中的 那发展的 对 还是不对 不是发展 就一定好 就一定对 所以才有 所谓的三法印 所以一针法印 十项印 直接越讲 就越 跟传统的 就有点不一样 但是它是 越来越严苛 越来越直接 所以 不是发展 一定不好 也不是发展 不要说 后来的一定比 原来的差 那你意思是什么 就什么都不要学了 因为一代比一代差 这个论点可以成立吗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 我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那根本讲不通 这个都没有学问 什么都不懂 会比我学这么多的人行 我绝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白学了 所以千万不要动不动 就 人心不古 现在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智慧 都没有以前的人好 我不相信 没有那一回事 是你看不起自己 我看得起自己 绝对不会 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够 让佛法 还有正法的机会 你如果一直讲 正法 向法 末法 那些末法 什么修 还有人在公开 在电视上公开说 现在学会的人 不要修禅定 因为很容易走火入魔 再怎么修都不会相应 因为他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说出了这种论调 这个完全在放佛 不是在弘扬佛法 完全在放佛 所以很多东西 当然你要有那个抉择会吧 这个你讲的道理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讲 我是很愿意接受挑战 我不需要人家重重的 你可以随时挑战我 如果觉得我讲什么话 没有道理 随时可以举手 对 我不会觉得你是冒犯 你是怎么样的踢管 绝对没有那种想法 因为很多东西都要讨论嘛 不是我说一定对 但是你要认为我说对 一定是我讲出来你 如理思维 你随着这个脉弄 觉得是 它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东西 你才会接受吧 讲出你同意的话 你才会接受 你才会去奉行嘛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 其实在这方面的虚习很少 就是怎么样引导 如理思维 如理作业 这方面虚习很少 不太讲道理 你有什么烦恼 你有什么障碍 那去问一个 所谓的善志士 他给你的答案可能就 喝喝喝喝就好了 喝喝喝喝就好了 但这个就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事实上 就我 提到 包括这些随时有恐惧的人 因为喉喉喉喉是死人 这么开始的慌乱 你要是告诉他 你两分就好了 他就不要做两分 你不要叫他两分 他是怎么没有两分 你还想到 他是怎么没法做两分 他本来是两分 现在是怎么没法做两分 要把那个原因找到 把那个原因弃除 他心才会再安下来 所以是这个样子 不是一直用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答案 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是爱修本尊 我们也没有离开弥陀 也没有离开弥陀 那问题是怎么样子 把这个弥陀的体相用 真正的落实在我的身心 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是真正的修本尊 二六十中 都用对的身心状态 来面对一切问题 不是依靠阿弥陀佛 不是 当然没有阿弥陀佛 没有这个法 但是有这个法 不能还是依靠阿弥陀佛 就好像老师已经教你道理了 你还动不动就去问老师 老师这个怎么办 那老师再给你答案吗 这个好的老师 一定跟你讲 这个答案都在我教你的里面了 你好好去自己找答案吧 不要老师问我 这样才会 才是好的老师吧 所以不是什么都给答案是好的老师 往往是反而是不给答案 甚至还故意挑你问题的毛病的 像维摩节一样 故意甩你巴掌的 是真正的善知识啊 所以我们修佛一定要这样子的心态 知见比较健康的 比较如理的一种心态 才真正能够学到一点东西 如果还是用那个迷信的方式 只要你说都对 你说我就听 那个不对了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些潜信的 能够潜信的当然看起来很好 那事实上呢 不太敢思维的人 请问 他的信心是真的吗 根本就没有经过检验的相信 这最容易迷信 最容易被误导 如果说我们什么都 我认为有道理我才接受 那这样的话 我们接受的通通道理 我们活在正法里面 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不要把佛教又变成其他宗教 变成一个说了就算的 不是那不是佛教 但是现在我们发展出来佛教 其实就是那一种 带着佛教的名号 事实上 身心行的是外道 的一种信仰方式 所以会发觉 学佛学的班人修养 也没有比较好 智慧也没有比较高 信量也没有比较大 这是痛心 会觉得怎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的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什么 面对自己的好坏 不好我知道不好 我尽量的把它变好 知道自己的好 我尽量再强化 让我的好更具足 更稳定 这样才是修 才是在修 好 那么 静坐呢 其实我们也晓得 佛法里面也有很多方法 包括现在南传的 教的 那内观 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传统 所教下来的 都本来就有的 那我们这个毕如七字座 当然是属于密法 里面的 所以它有它的一套 那这一套 当然也是后来发展出来 从大圣再进入密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 那它就有几个根本的要义 就是毕如 就毕如真那佛 毕如真那就是 大智慧大光明 辩造的意思 所以它是属于报身 属于智慧的幻化 智慧的现行 就智慧显现出来一种功德力 所以你要有这种 随时有辩造的 那个能力 你就修这个 修这个呢 有 虽然讲得那么高 但是基础上 还是有七个 绝对要遵守的规则 这个 理想归理想 现实归现实 那这个现实里面也很残酷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加福做 那加福做我们也说 加福做只要两个角 相交叉就算加福 但是进一步就要单加福 再进一步要双加福 因为到达双加福的时候 那时候的 透过这个静坐的方式 它能产生的能量 就相对的大 单加福 也可以 但是没有那么大 那只是扇盘 也可以 但是能量更小 它可以产生的功德力就更小 这是一定的 什么条件 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圆起说吧 你符合这个条件 就有那种功德力吧 你不符合那个条件 不可能有那种功德力吧 所以你为什么修行要趁早 你不要等你什么都坏了 什么都已经不可逆了 这次才来修 就是那个增上力都不见了 那当然这个也有办法 大与满 里面的缺缺 就是针对这样的人 你身体已经很 做不了主 但是我还是可以直接 从你的心 从你的观念那边 让你也可以解脱 没有障碍 就是所谓无修成就 切切就无修成就 不需要刻苦努力的修 一样可以成就 一样可以解脱 这是有的 那托噶当然就对这些年纪比较轻 身心末期明点都还很棒的人 那这个就可以很快的 用很高的能量突破 所以都有相应的法 所以千万不要 其实状况也很不好 然后观念又很死 这个其实是自己害自己 救不了 所以还是尽量的 有机会就学 那学当然学符合我们条件的 但是不能先关起来 不能先用否定拒绝的方式 想要学东西 还是依然雇我了 学半天什么都没变 那个其实没有意义 浪费时间 好 那第一个就是交付座 那交付座呢 盘起来呢 就是让我们身体的下行器 能够收射起来 因为你要变成很大的能量 很大的磁场 很大的一个造建力 要把所有能量集中起来 所以这个毕如七支座呢 最重要最重要到最后 是要契入中脑 是要契入中脑 一切都回归到中脑 那中脑呢 就有五个轮 五个轮分别 对应到我们身口意 功德事业 所以这五个轮你之后 都把它进化了 把它变成一个大门量 转业成到了 它可以产生很大的功德力 所以这就毕如七支座 所要教的 那里面当然还有所谓的 走火啦 这些生法工什么之类的 那个另当别论 但是我们知道它 重要的意义在哪边 所以我即使不去修那些东西 我只要把我的知识 弄得很标准 这个加乎做起来 然后就让下行器不散掉 不会往下散掉 好 接着就手等持自己下 这个是将我们的平住器 能够随时保持平衡 左右阴阳啊 完全保持平衡 那平衡是靠两个手 平贴 然后两个大拇指 轻轻的接触 不要翘起来 也不要 粘在那个手掌上 就平平的 那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 拍照的时候 赞 你只要举出大拇指 就代表你这个人很有能量 思想很OK 反过来 如果这样子 那就很不OK了 这样子就更不OK 那这样一定很OK 所以一样的 我们的能量呢 其实我们身体 就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 很精密的 那最好的能量 其实就透过大拇指 来接触 来接触 所以这个也是等持印 等持印 那这个就是平住器 可以随时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就是所谓的中道 平衡就是中 好 那接着下来 即时 即时 我要直 即时呢 就保持这个中脉 能够畅通 命跟气 能够很稳定的 在我们的命脉里面 就中脉里面 运作 现在就有三个气了 那接着呢 同为福 寒压侯节 这个就是上行气 不打妄想 回来 观照 上行气 又跟中脉 命跟气 又会合 刚刚 刚刚那个 即时 尖章 那个尖章呢 就是让你的 变形气 可以不受到阻碍 所以你看 你为什么会打瞌睡 你看他怎么做 就知道了 做的时候 就这样 等一下 当然打瞌睡 你把那个身体弄成一个缺氧状态 能够活不起来 所以当然很快 很快就进入那种状态 所以刚刚讲的 这些动作 其实就把五种气 都尽量的 让它有条件 慢慢聚集起来 慢慢聚集到中央 这中脉里面来 然后再加上 我们在做的时候的观想 那就更 能够产生作用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再复习一下 加腹座 手等持至极下 极直 尖章 头额腑 寒鸭猴结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看不到的 舌底上额 舌头轻轻地抵着 你的上牙银 那不要顶 就轻轻地碰触就好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 水跟火 一定要水火相继 也就是水跟火 要保持平衡 如果不保持平衡 水太大 那就会 失性的 身体失性重 你毛病一定多 火气大 脾气就大 就着热 所以要水是保持平衡 就靠那个 因为我们 到底会坐多久 那真正的 有境界 有福报了 一坐 像广青老二上 一坐几天 你若水火不济 怎么办 可能等一下身体就凉掉了 所以 这些小动作 其实都保证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最 在最理想 最稳定的状况下 而且还有一个 不在这七肢里面 就叫做屁股 后面屁股要垫高 视指幅 就后面 要 因为这三角鼎立 三角鼎立 你把它垫起来 身体会 唯有往前倾 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 是在你的身体的正中央 在这个的中央 你的中脉才会在你身体里面 你若没有垫高视指 你坐久了会往后仰 那中脉在你的身体外面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秘密 讲秘就是 它其实隐含那种真正的内涵 但是又不明讲 当你真正的依法 依着它的口诀 依着它的指导去做 你慢慢就会体验到 原来这个样子 原来这个样子 原来是有这种目的的 这种作用的 所以这个就属于秘法 秘法 有时候 讲不清楚 不容易讲 当然它可以体验 可以体正 好 那它一定不能违背外内 为日生这么讲 我里面 那个要达到了墓地 你从外面看 也可以看到 我做得如如不动 做得很关正 正能很稳地坐在那边 那就外贤的定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慢慢坐下 你看我眼皮都不动 内在定 没有在那边打妄想 然后更秘密的 就是在这样的身跟心之下 它所产生的那一份 看不到的 但是实质有实质作用的功德力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想传达的东西 好 那么 另外一动就是眼睛 眼睛呢 适宜的 它没有规定你闭上或者睁开 适宜的适量 因为每一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你或许会觉得 闭上眼睛你更好 或者我以为会站在眼睛更好 它没有说一定怎么样 没有跟你讲 三分半 七分半 不跟你讲这些 适宜的适量 也就是对你来讲 最理想的状态 眼睛是什么样子 就什么样子 那就OK了 呼吸呢 不干预 不去理会 那一般我们说 属随指观环境 其实都很在意那个呼吸吧 因为它就从这个呼吸的动态 这个地方下手 但是在屁无欺之座里面 不指导呼吸 就呼吸 它不干预 不干预 好 接着呢 称口意吧 口就是属于呼吸吧 口不干预 就是呼吸不干预 那意呢 就是那三句话 过去不思 未来不隐 现在不理 不要回忆过去 不要计划将来 面前所产生的一些原境 如如如不动 仅此已了之 就出来出现任何东西 我就知道就好 不接着发展 不接着去处理 完全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这样子的话绝对不会被你的妄想带走 指已经成就了 这样子的话 可以保护你那本剧的绝照 那又有这么样的身跟呼吸的状态 那三个都对的时候 他自然会进入一种对的境界 对的体验 那这境界体验也只是了之 没有得失 不要去做任何反应 你就不断地在 在在在 在献正一些什么 但是又没有所谓得跟失的 那种身心状态 当然这就是一个很 很高而且很如理的一种 静坐状态 里面 不是直 也不是观 也不离直 也不离观 非直非观 即止即观 这个就实质上 你去应用一个对的 去体验它到底是什么 这才是好的 究竟的说法 究竟的一个修的方式 我们再看 比如说你如果要你去做四五十分钟 你可能会坐不住 但是你听我在那边吹牛 吹了四五十分钟 过去了 而且你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明楚楚 哪样好 什么才好 所以不要着想 而实时你当下 就是用一个很稳定 很放松 很明了的身心状态 在进行你的生命的 分分秒秒 那是真正的最好的修行 不要刻意要变成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水源 这就是用对的状态来吸收对的 那前面讲过了 其实所有东西只要经过你的耳朵 这时候你心又不是乱的 这些进来都会进入你巴士田里面 不会失去 那因为你在这种状况下 接受的这个东西 它是如理的 所以它起现行的时候 不会被干扰 就没有其他东西会干扰它 所以这个 为什么要有好的修行环境 也是为了要保证 我们身心是在一个 不受干扰的状况下 那事实上身心受干扰 跟你的业力有关 像刚刚这几十分钟下来 你有没有被干扰 没有吗 没有啊 完全没有被干扰 所以你会不会被干扰 其实跟那个圆境 跟你当下的心态息息相关 种子现行它是一体的 它随时都互动的 但是我们给更多好的种子 给更多好的圆境 那起现行的时候 当然就会好的成分会多 这就修行了 好 我们回一下 嗯 啊 呼 嗯